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让人生胜利的方式 同样的社会,该如何让自己人生能够走向更成功的道路 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下订阅加赞 这样老师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你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我们接下来谈谈同样社会中不同的家庭 我们要如何开创自己的胜利人生 在上一篇的视频,我们中谈到中华民族因为周朝的大举行封建 为天下设立了里根法的障碍 就造就整个中华民族的沉重的包袱 让创新成为一种叛逆 让思考成了一种背道而驰的模式 所以任何外族只要进入了中国啊 充分学习到我们的汉学 整个汪朝,居然就会经历到大概三代到五代之后 就会慢慢的孵化 这个是汉学或是儒素的错误吗? 其实大家不要误会老师的意思 儒家思想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大一统国家很重要的因素 但但是呢 包含里面的封建思想啊 礼法、周礼方面 却被封建王朝的大家的利用 把一些谎话多说几次 连自己的子孙都会相信了 所以原本的要慕名的这种治国之道 就变成让自己后继之君生性不移啊 然后自己都变成一样了 最终又被另外一个叛逆的组织推翻掉 然后又建立新的王朝 然后又开始独尊儒素 然后后面王又开始烂掉 这种中恶复始的一个错误啊 现在其实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 慢慢的一代一代的改善 或许有照一日 我们的子孙或我们自己 可以因为我们自己现在的改变 让我们小自家族大自民族 都可以有所超越性的升华 不愿意在因为人生或生活上的问题 有所迷茫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先改变一下 我们的一个思考模式 老师有一个师傅 他曾经给老师教育过什么呢? 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你的思想决定你的人生 而不是你的命运决定你的人生 把你的思考模式改变了 后面所进行的选择 那就会相对变着比较容易了 那怎么改变思考模式呢? 哎举个过去老师的例子好了 老师过去在大学的时候 老师是学习法律跟管理的双修 其中有个思考模式 对老师的启发很大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他这个模式还不错啊 让老师能慢慢的去理解 这个世界上 里面其实是有所谓的潜规则啊 有一些东西是让启发老师思想的一个契机 当然这个方法有一些盲点 老师也比较少用了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思考方式呢 就是所谓的鱼骨图的思考方式 这个鱼骨图啊 他是怎么样? 把他思考项目变成一个起因跟结果两端 那你为了这个结果 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是说像我们在学企业管理的时候 就所谓的企业武馆 包含什么? 申、管、人、发、财 这五个方法 各自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各个单位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由谁去授权这个东西 最终我们都要达到同一个目标 这个结果 这个思考方式啊 对于组织统合方面 老师认为是很有效果的啊 因为每一个部会啊 他都要经过这个 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 大家共同的去努力 来达成这个效果 那就算是用在个人方面 也有觉得也是 当时也觉得很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的是这个结果 中间你再去考虑你有什么条件 然后你有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慢慢的 我们就是可以思考出来 哎 这个结果统合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他 但是老师后来为什么就比较没有用这个方法来当作行为准则呢? 因为老师实验过很多次之后 发现这个方式的确很好啊 比原来思考模式还要好 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盲点 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思考模式是一个属于比较线性的一个思考模式 也就是说这个思考模式啊 考量的会比较偏向内部管理啊 或是解决内部的问题 如果你是把它放在整个大环境之中 那当外部的一些参数进来 一些变数进来的时候 他就产生不同变化的质变 这个质变就可能不是你原来想到了会这样的给达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模式 于古图的思考模式 你可以解决短期的小问题 或是人生上的一个小目标 这很OK 绝对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要抓大格局 那大方向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说他能够对于问题可以解决 会叫做什么issue 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对于成长却没有很大好的作用 那当然 所以时间的变化 老师后来成为了命理师 开始我们设业来关于客户服务的时候 接触到了各安各业 老师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故事 一些贵客会分享说 他们的人生的选择啊 一些知识的回馈 教学相长 老师才发现人生之中 我们要了解的部分 不仅仅是事情的解决方案 而是事情发生前的选择方式 那种数千位客人啊 我们身上来验证 来回馈得到的结果 就是就是你同样的命格 当你选择的不同 人生道路上也会有显著的不同 人生一定是以思考成为你的道路 那怎么去思考呢 我们先撇开命理上的运用不同 我们就先以一般人完全不考虑 我们怎么样的用命的模式 来跟大家讨论 毕竟大部分人不会去算命 或是用这个命理技术 所以说老师当然要先怎么样 跟各位分享 我们不用命理状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做好选择啊 那如果我们要选择人生道路了 首先我们要怎么样 一个东西你得先放弃 是什么呢?线性的思考 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线性思考 什么是线性思考 就是我们该做什么的想法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想法 我们要先把它先丢掉啊 循规蹈矩是没有办法做好选择的 而是必须要转换成什么 我要做什么 这样子做思考逻辑 而不是我该做什么 怎么说呢? 该跟要有什么不一样 当我们用该如何如何的时候 那我们的思考逻辑会变成一个线性的 一个等待指令的想法 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在可以等待说 哎 我要该做什么了啊 我该做吃饭 我该做什么事情了 这时候我们在等待什么指令跟规范 来促使我们进行的行动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跟思想都成为等待出现一个规定 让我们有理由去做某些事情 而不是我们想做或是我们要做 而是规定要怎么做 我老师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一个很日常的思考 我们该吃三餐吗? 还是我们要吃三餐 要该跟要就不一样了 该是指我们到时间就要做某种事情 所以说时间到了 我们要中午要吃什么啊 虽然是讲要 但是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该吃午餐了 那就现在才想我们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会不会很麻烦 午餐吃什么真的很困难选了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指令 我必须要自己去写去想 为什么?因为时间到了 我该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锁链 来拉着我们要行进 也是这过去数千年来 金字塔顶端的领导阶层 他设下了一个指令 让我们直接性的反应 听话就对了的思维 我们试着把这个话说看看 各位跟老师一起实验 这个到底有没有差别 好吧 你就会知道老师说什么了 你看的视频 现在不要沉默 给老师一句话 要是一句话 不要只是看 来 跟老师试着讲出这句话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讲了 现在该看一本书了 那你现在想到什么? 现在该看一本书了 下一个想法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哎老师那你要看我看什么书?或是看什么书? 改成一个问号 再看一本书 看什么书? 等我说告诉你们看什么书? 会有这样子类似的直觉性的思考 但是这样子虽然是大部分都会直觉性思考 这个词汇会会让我们什么?停止思考 停止思考 去等待着我们的指令的下达 最后我们才会去行动它 如果没有答到答案呢 我们就变成什么? 会比较容易焦躁或是不安 因为为什么你还没讲 你要我看什么书啊? 对不对? 那没有得到指令 你就说我在等了 不然就产生另外一个状况 直接否定这个指令 然后开始感到焦虑 为什么? 因为我才不要 我才不要看书呢? 否定之后 产生什么? 焦虑焦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已经去否定的这个指令之后 那糟糕 我没有依循了 根据了 所以是说我必须赶快找另外一个可以依循的模式 继续行规蹈矩的生活下去 对不对 当拒绝的时候 心中不可能毫无波澜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我们改变一个模式 试看看 好不好 也大家请大家看着老师的视频 一起跟老师念出来 我们接下来念的话 看看感觉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你选择沉默 那就会非常可惜的 你可能会失去学习选择的模式的 也可能是失去你的人生向上翻身的关键 来我们一起说 我要看一本理财的书 这个是我们思考逻辑就会改变了 怎么说呢 我们不是等待 是说老师要说我们看什么书 而是我要看一本理财的书 我要看是你自己的动力 你得到一个我要看的一个动力之后 看多少 一本是个数量 理财的书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并达成的目标 所以说我们不会焦虑 像老中如果是认真去讲这句话的时候 老中会连贯的去想到什么呢 我曾经看过理财的书 拿几本理财的书 或听过的好像拿几本关于理财的书 或是这个书店的环境 我们曾经喜欢书店的环境 或是买书的网站 或是曾经你家在店上看过所谓的理财的名人 那个节目的片段 或是他的脸 然后接下去 我们就准备什么?进行行动 来达成自己的想要 有照着念了 各位粉丝啊 也希望你们在下方留言 来告诉老师你们的感受与看法 教学相长 这个很重要哦 但这个方法里面也藏着一个盲点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果改为比较缥缈的目标 答案还是会一样吗 各位觉得呢 例如我们改什么 我要发财 我要中乐痛 这样子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结果就不会演出生出来 我们刚刚练习的 我要看一本理财的书 这样的反应 反而会出现一种类似空虚感 或是失落感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自己下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指令 他不会有结果的指令 因为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他这个东西的可达成的存在 所以说当你讲说我要发财 我要中乐痛 虽然我要以动词 但是结果上面你却没有办法掌握他 这个时候 心中就这个失落感就会产生在自己内心里面了 那这样的状况就变成什么 我们在期盼一个什么事情的发生与奇迹 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好 今天没有办法再继续讲说 比较深刻的我们选择的一个模式 但是不要着急 什么样的思想可以帮助自己做正好选择 如果老师讲的一次学一点 学的好吸收又好消化 如果你觉得老师讲的很短 但是如果老师一次讲很多 就让你怎么样 你没办法吸收 或是你要想很久 这就对你没有帮助了 老师建议这个视频 你最好隔八个小时后再回来看一遍 不是隔15分钟 就是隔八个小时 你再回来看一遍 这样对你的思考会有缓步性的改变 要改变自己人生 谈何容易啊 但是首先我们就要从思想慢慢的改起 不要回来看的时候 记得不要快展 不要跳着看 这样子老师下一次的推出这个选择的话题的下集的时候 对你就会更有帮助了 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新朋友务必按订阅 老朋友务必按赞 想帮助更多人学习思考的 请记得按分享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希望新朋友可以观看 老朋友可以回顾哦 或需要老师专业的 命理咨询帮助你做出人生更好的选择 记得推荐视频列表的下方 有老师联系方式 我是沈老师 我们下次见